欢迎回来热血热宗 你能够想象吗 东部特产的日期 占据今大约是两三千年前的新时期时代 当时的祖先就能够克服险峻的地形 把它运到南投普里 甚至经过加工 再销往西部平原 还有远渡重阳来到菲律宾 台湾的祖先其实有着令我们非常惊讶的先进国际观 南投普里山明水秀是一块宝地 而台湾的先明早就知道了 南投县普里镇留下来的大马林遗址 至今几千年前 大约是在1900年由日本人率先发现的 是台湾最早被发现的史前遗址之一 主要分布在爱兰台地 包括了普里基督教医院 济南大学附属中学一带 都是新时期时代先明活动的大型聚落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看看 大马林非常特殊的下葬文化 充满了敬天爱人的观念 像这样做的石棺 或者这样的盖房子 它很像是东部 比如说悲难文化 悲难那样的东西 所以他们好像是拥有共同的祖先 我死掉之后还有另外的一个世界 那我要保护我的这个尸体 对不对 那不要避免受到这个破坏 当成人挂耳环了 从其他的研究可以知道男女都挂 距今2500到3000年前 新时期时代晚期 一群来自东部悲难遗址 以及西部牛骂头遗址的人们 路途遥远沿着河水迁移 寻找最佳的居住地点 最终他们选择落脚在南投普里盆地 一住就是700年 形成重要的大马林文化 普里就是真的位于 这个所谓的台湾的最中心 从花莲那边都是在山地 都是高山 所以它的那腹地并没有那么大 那在普里这个盆地 这个地方你看又好耕种 看中普里盆地绝佳的天然环境 十前人类开始在这里展开新生活 但是时代更迭 地壳变动 特殊的大马林文化 埋进深深地底 直到西元1900年 日本学者鸟居笼藏 在普里进行人类学调查 大马林文化才得以重见天日 我记得小时候的话 常常我们在盖房的时候 挖土机一挖了之后 常常出来就是有一些石片 那些石片很明显都是经过研磨 并不是它天然的 都是经过加工过的 大马林遗址位于南投爱兰台地东南侧 也就是现今普里高中以及普里基督教医院所在地 一百多年前鸟居笼藏率先开挖 之后在己任考古学家的接棒努力下 大马林文化就像剥洋葱一样 一层一层揭开神秘面纱 从日俱时代就开始了 而且当时鸟居笼藏是曾经讲过一句话 普里就是人类学的一个宝库 因为里面的比较重要的遗址 我们今天发现的就52处 大马林遗址面积在15万平方公尺以上 算是相当大型的居住聚落 考古学者试图从大量出土的文物 拼凑还原当时人类的生活方式 发现大马林文化有独特的打制石器法 中间这个地方叫做底石 它就是在敲碎或者在研磨 它一定是最硬 那我们看散落在旁边的这个地方 就是有板炎 有叶炎 有沙炎 那它都是就地取材 它还有很多很多磨制的石器 比如说石刀啦 镰刀啦 那或者是很多枪头啦 箭头啦 那最大量的是那个网坠 考古学家在大马林遗址 发现大量的网坠 认为当时人类会在聚落附近溪流 撒网捕鱼 在鱼网四周放上网坠 让鱼网可以沉到水中再拖上岸边 研判当时居民仰赖鱼猎为生 至于狩猎也有特殊工具 狩猎用的这个箭头或者是枪头 那其中最特别的 是它有大型的这个割刑器 就是用板炎做的这个石割 这在台湾是非常罕见的 大马林出土文物 数量众多 样式丰富 推敲当时人类的耕种方式 是以刀耕火种 利用石斧砍伐树木 再使用火烧方式开垦农地 把草木烧成灰 种下小米农作物 许多农业用具都是其他遗址罕见 像是这一个穿孔石器 就利学者经验 材质它并不是一种很坚硬的石头 这种板炎它可以相当锐利 可是却经不起撞击 所以它可能只是一种 在中间装了柄以后 或许是除草 或许是割什么东西的一种农具吧 凭借文物外形 真能研判当时功用吗 学者开始对这些石器 究竟是武器还是农具 掀起一番争论 他们直觉地就说这个是鸽 实际上来讲这个不是鸽 这个它其实没有尖头 它是个平头的 我们大概后来 大概大家都认定 其实它这是镰刀 独一无二的石器制造法 引起考古学家高度兴趣 但是更让学者热血沸腾的 是他们发现 大马林文化遗留下来的陶器 从神文陶转变成 由砂质和泥质的灰陶 背后隐藏着当时的人们 已经开始族群通婚 原来这些神文陶的人的后代 遇到西部平原新上来的 银谱文化人接触了之后 因为通婚的关系 所以使得这个制造陶器的方法 被引进而改变了 做了很多日常的灌 然后拨 或者是瓶子 这一类的日常的煮饭 或者是盛装的这个银具 就是这种陶器 来到遗址开挖现场 更可以清楚看到 当时人类早已具备建筑工法概念 这个大概是一个勃坎 也就是挡土墙 当时的人为了要把斜坡的地 改成阶梯状的地 所以这边就竹了挡土墙 当时的房舍 墙机以石块堆成 并朝着山头建造 呈现半地穴的居住方式 它其实人是住着的 所以它有房子 我们可以看到 地面是个跟半地穴式的房子结构 大部分都是用石头去排列成的矮墙 这个是这个房屋的这个墙角 墙基的部分 那墙上面的部分 推测是用这个竹子啦木头啦 屋顶也许用草啦 这些东西去盖的 所以后来就都腐烂不存在了 大马里文化还有一个独特之处 那就是下葬的方式 和东部碑南文化一样 使用石板关 这个是那个儿童的石关 大概长度大概只有一公尺多一点 你可以看到那个 西端比较宽 东端比较窄 所以它的头显然是在朝这个西边的 这边 脚是朝东边这边的 那么这个石关有盖板 目前看不到已经碎掉了 它应该是单人 养生 直肢 然后以石板作为藏具的 埋葬形式 那这种形式呢 其实跟东部的这个 北南文化啦 花岗山文化啦 西林文化都非常像 大马林居民为了让死去的亲人安息 会走到很遥远的产地采集石板 利用工具将石板一片一片打下来 在室内地下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槽 再把石板拼贴在槽的四周 最后把石关覆盖起来 而石关摆放都是东西巷 学者认为应该具有某种意义 它们可能是对着某一个 某一个神圣的一个器物 或者某一个圣山啊 或者这个神圣的这个河 那它们是对准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考古学来也是相信 它有某种程度的宗教的意义 当时的埋葬方式贴近现代 是养生质之葬 不过因为当地土质不适合保存人骨 因此这个区域并没有人骨出土 但是学者却发现了某些石板棺中 有少数的陪葬品 在这里面就会发现到 也是东部特有的这个所谓的 风田域的这个形状 那可能是过去的人 在亲人死掉之后 他把最珍贵的或者亲人生前最喜欢的 也是一样这个去做一个陪葬 在亲人过世后埋入陪葬品 其实对于史前人类来说 不是独特风俗 但是令学者惊讶的是 在大马林文化的陪葬品中 竟然有东部特有的预期 很显然耳环或者是挂在胸口的这个罪事 是它们非常重要的装饰品 东部特产的预期 在距今两三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就能克服险峻地形 运到南投土里 甚至在大马林遗址经过加工 在销往西部平原 甚至远渡重洋到菲律宾 看来现代人对于史前人类的迁徙 以及航海技术都要彻底改观 古文物虽然不会说话 但是它留下来的蛛丝马迹 却能够让我们像是拼图一样 一片又一片地拼出先人的生活理念 我们休息一下 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大马林文化当中出土的陶器 看得出台湾在早期 就已经有族群融合的概念了